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中国民国政府给予了清廷优厚的待遇 清朝皇帝退位后 尊号仍然不费 无论是民国的官员还是万国的官员 见到溥仪后仍然要以礼相待 所以宛容被特许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 所有的礼仪照搬皇帝大婚礼仪 宛容成了名义上最后一位皇后 1924年 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 跑到了日本人在天津的租界 溥仪为了能够再次复辟 和日本人整日纠缠在一起 文秀经常劝阻溥仪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和日本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但此时溥仪已经被冲昏了头脑 文秀被打入冷宫 1931年 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前往东北 但此时文秀被打入冷宫 溥仪对其理不惨 文秀逐渐对溥仪失去了希望 同年 文秀逃出了溥仪的住所 请了一名律师 与溥仪打官司离婚 这在中华两千年的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这件事情也被称作刀飞革命 文秀的状告溥仪的角度 也是非常的刁钻 让溥仪丢尽了面子 文秀说溥仪的生理方面不同 与溥仪结婚九年 没有一个孩子 这让溥仪大丢面子 为了能够平息这件事情 溥仪对文秀做出了妥协 答应与文秀离婚 而与文秀离婚的原因则都推给了宛容 说是宛容排挤文秀 宛容被溥仪打入冷宫 1934年 溥仪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 宛容也再次成为皇后 但溥仪却仍然将宛容放在冷宫中 宛容与世卫奇迹中离体欲偷情 生下了一个女儿 当溥仪得知这件事情后 亲手杀死了这个孩子 而宛容则因为精神失常 溥仪放弃了宛容 任习自生自灭 而手下的奴才 也不再把宛容当皇后对待 宛容顶着皇后的名号 生活在长春的皇宫中 靠着乞讨下人吃剩的饭菜为食 而溥仪在对外声称 皇后暴毙 不能够在外出见人 宛容临死前仿佛清醒 大骂溥仪不仁不义 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甘愿给日本人当狗 甚至抛弃自己的两位妻子 溥仪的为人也从宛容这最后的遗言看了出来